我先讓我們拍下來,1,2,3 好,來,準備來拍,1,2,3 兩人是比較氣質型的啦 有,比較氣質型 要學,手邊再看一下 中間,前方 中間,中間 中間再看一下 然後,左手邊再看一下 左手邊 很好聽他很喜歡我們 就說,那你喜歡我們的話 你要跟我們一樣做愛心 跟他交換條件 他說,好 那你們有扮演成本 我也可以去唱嗎 也是一種出的愛心有沒有 對,他很直接說 就是,影響他 影響他 他喜歡我們的歌 然後,我們用 交換條件的方式去跟他 其實他其實是 很有愛心 你進教的教友 然後我媽是傳教系 然後所以其實 對於可以參加 不管是哪一種宗教的活動 其實只要是好的 我們都會非常有 不管是在針對醫療方面 或是在針對我們原鄉的教育方面 其實教會這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們可以幹嘛呢 我們可以借我們的音樂 然後召集更多的人 來認識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一起共襄線 對,我覺得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是 集結所有人的開心跟熱情 一起分享出去的愛 然後也希望 我們可以用很棒的音樂 很開心的心情 很好的表演 在那一天可以看到 很多人一起來 集合我們大家的愛心 真的把愛給付諸行動 想要找身邊比較熟的朋友 跟看起來比較有愛心的朋友 嚇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 因為我們想說 呃 大家能夠付出一點愛心 我們來問看看 我們直接想到的就是 爆結啊 注意禁啊 還有淬願 好 我們先問的時候 就沒有被打槍了 啊 其實還有很多人想要來 但是我們只有四個名字 所以你挑選了 看起來最有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要不要妳講一下 剛剛接到這樣子的邀約 怎麼會要一無百度的 就是要 就是要 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他們 他們 發行看起來就是 世界上最有愛心的 哦 對臉啊 所以我就很相信他們 對 呵呵呵 所以就是 我們一個人 才會如何 真的 開玩笑 它的 充滿